哈利路亚勃勃的掌声归给神 所祝福的宣言 愿你平安 你是救国世界的宣教士 以长子的祝福在二三七时代 恢复万名圣徒吧 感谢今天师哥般向上如此恩典的赞美 在我们赞美的歌词当中 说直到所有的民族能够听到福音那一日为止 我们的神是不歇息的神 而且又说直到所有的民族能够听到福音那一日为止 成就话语的神 神的结论就是所有的民族二三七能够福音化 但如此看来 当然属神的我和各位 应该把神的结论持定为我们的结论 我们人生的结论就是救国二三七的祝福当中 那么就像今天的歌词最后一句一样 那时那地那地 如果我们的人生结论在这其中的话 那么所有的个人家庭产业就能够享受这一切事功担当的祝福 我确信 神的结论就是救国二三七 那么如此看来我们该怎么样 把神的结论就是救国二三七怎么样去享受呢 但一周我们分享过话语 我们这一年的开始 我们一定要每天每天每周每周要去确认的 就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 在一年的开启我们该怎么样得姻缘呢 很多的人都会做这样的祷告 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完整的答案 就是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必定被树立为证人 因为在树立证人的祝福当中 我和各位就能够享受救国二三七珍贵的祝福 就被树立成为这样的证人的 我们看圣经当中 对于环境这样那样 无关系他们与完成的福音话语常常同行 这些人常常无论是任何时候 在任何位置上他们都成为证人 祝福了二三七享受这样的祝福 我们不要在别的地方去找 已经赐给我们的证据 这些楷模都是在圣经当中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做这样那样的环境 但是重要的呢 不是我们的环境重要 而是神赐给我们的福音 是完成的福音 这完成的福音 到底是否与此同行呢 那么我们真的如此同行的话 分明会被树立为证人 在祝福二三七国家当中被树立的 这一年当中 真的愿你们每天每天 就在神赐给我们的完成福音 这里面要常常同行 我们祝愿各位进入这祝福之中 那么今天我们是说向着二三七的心 是向着这世上的心 祝福二三七不是随便的一句话而已 我们不管怎么样 以神的方法去生活的话 当然能来的英语就是 向着二三七的心 我们就会拥有这样的心怀 但是很多的人在过世上生活的时候呢 因为这是很熟悉的 因为很便利呀 所以就按照世上的方法 就会按照自己以前生活的经历 而过人生 世上人过世上的方法是什么样呢 就是努力正直 然后努力当然也很好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这样生活 哪怕是活千遍也是失败的人生 我们只是一次的人生 假如说你们能够过千遍的人生 但是拿世上的方法过人生的话 那么分明的就算你活了千遍 也是失败的人生 那么既然如此看来 我们今年这一年不是拿着世上的方法 而是拿着神所赐给的神的方法 过人生才可以 神所赐给的方法 我们干着这个方法去活的时候 所以神为此给我们派给基督救赎了我们 为了让我们能够按照神的方法而活 神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句话就是什么呢 神会完美负责的意思 所以分明的这一年当中 如果你们能够按照神的方法去过人生的话 神会负责你们人生的一切 所以我们每天每时每刻要以神完美的方法被引导 对于这一事实我们要去确认 有的时候我们一不小心 当然待会我会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在这世上过生活 因为熟悉然后方便不知不觉就跟随着世上 结果就变成失败的人生 所以瞬间瞬间我们真的是否 这是神的旨意吗 这是神所赐的方法吗 在神所赐的方法当中 如果你能够过人生的话 我们就会拥有想象不到的 得到神所赐的就二三七的姻缘 这一切就会在这里面所赐给我们的 那么神所赐给我们的方法是什么方法呢 所谓哪怕你们真的比较困难 也希望你们去找到去明白 就是三九三 不断听话语的时候 可能知道这些内容是什么意思 那么三是什么呢 是圣三位体的神 当我们想说圣三位体神的时候 自然而来的是什么 就是五个力量 那么九是什么呢 圣三位体神在这个奥秘当中 所赐给我们的根本性祝福 就是宝座的祝福 在这宝座祝福当中 赐给我们允许了三个生命 然后又允许我们三超越 又赐给我们超前绝后的恩典 所以因者宝座我们而来的九个非常珍贵的属灵祝福 当我们去享受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救活三个时代 所以在这个时代当中 我们一定不要按照世上的方法 而是要以真正的胜利的方法 神祝福我们 所以有神赐给我们的方法 那这就是三九三 我们真的能够享受圣三位体神奥秘的话 那么这里面就能够享受宝座的祝福 能够恢复 此时此刻我们就能够享受 就活三十代的祝福音韵 自然而然我们就能够享受 就活二百三次国家的祝福 就会进入这里面的 神赐的方法只有这一点 好像圣经里面在说的很多内容 其实并非如此 神准备了无比激烈的属灵祝福 所以护着了我们 这属灵的金人祝福是什么呢 是圣三位体神的奥秘所来的福利 因此而来的宝座祝福 然后就是救活三十代的祝福 这是圣经当中讲的最重要的部分 这也是神已经预备给我们 在呼召我们的 但是很多的圣徒在信仰生活当中 与此毫无相关的 总是做着其他集中其他的 另外的 所以实际上 救活二三七是神的结论 却没有办法享受这是神的祝福 看今天的本文内容当中 上一周我们看了13章的内容 然后越过14章 今天看了15章 其实我们知道13章当中是讲 对于崇拜偶像的内容 然后14章当中讲的是什么呢 诗的对于这些问题所讲的内容 14章最后的部分也讲了物质 特别是对于十分之一奉献的内容 那么今天15章呢 在最后的部分也可以看到 讲了非常重要的礼拜的内容 在讲这些话语当中 最重要的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们所要过的生活 是要与不信者 另外的不一样的方法过人生才可以 我们在迦南地吃好喝好 这不是我们的目的 按照神的旨意 能够救活所有的民族 成为这样的人 话语告诉我们各样的部分 就是13章14章15章当中 要告诉我们的话语 重要的核心内容 这准备的是什么呢 与不信者不一样的活着 再次跟大家说明 如果你是属神的人的话 那么就要按照神所赐的方法 拿着神所赐去过人生 我们所有汉纳教会的圣徒 在这一年开始当中 该怎么样活着呢 真的 你们不要成为 扎着别的成为失败的人生 愿各位不要这样活着 在这一年当中要拿着神所赐 拿着神的方法 成为祝福的人生 祝福的名祝愿各位 首先本论第一点 为了拿着神的方法过人生 用我们知道 237国家救活是神的结论 拿着237的心 首先我们要以福音 救活我自己享受这一点 要享受以福音救活我自己的祝福 今天是五节 虽然我们没有读 但是这里的内容是这样的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 作为祢普 耶和华 你的神将你救赎 你的神耶和华 是将你救赎的 你要铭记这一点 这什么意思呢 本来我们是做奴仆的 但是神却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这里面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你的耶和华神 祂让你 从里面出来救赎 你要铭记 所以每天每天 最重要的是要享受 以福音救活我自己的祝福 如果说真的拿福音 能够救活自己的话 那么周边无论任何的环境 问题都会变得没有关系 如果不能拿福音 救活自己的话 哪怕是再好的环境当中 最好的环境 结果也会没有办法成为我的福气 这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我们要拿着福音 去救活我自己 在想这样恩典的祝福 很多人说这样的话 有英语或者没英语 现在没有英语也没有关系 以福音救活我自己 每天能够想到这祝福的时候 某一天 你们也会不知不觉 在神所预备的祝福当中 被神使用 你会明白的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拿福音 救活自己想到这祝福呢 在这一年开始当中 希望你们要找到你们自己的规矩 就是什么呢 每天在生活当中 一天开始的时候 拥有五分钟默想的时间 如果不祷告的话 五分钟对于这个人也是比较长的时间 会觉得很长 真的 如果五分钟没有办法持续的话 哪怕是一分钟两分钟的时间也好 真的愿你们去拥有默想的时间 这是拿福音救活我自己的时间 哪怕是两分钟也好 一天两分钟真的在进入默想时间里面的话 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 那么首先你们的灵就会活过来 灵就会活起来的 哪怕是两分钟也好 能够进入默想里面 你们就会临到创造的光 创世纪一章三节 能够让一切黑暗退去 就是创造的光临到我们里面 这地球上为什么不断的像精神病一样 变成精神病的世界呢 因为这创造的光没有办法临到 所以这世上变成精神病世界 所以各位分明要明白 你们真的应该要静静的拥有 哪怕是两分钟也好 不是冥想 不是世上所说的方法 不是冥想 而是默想的时间 那么这个时候你的灵就会活过来 我里面就会灵到光 这里面就会享受 神所赐给我们的无限的力量 神的形象就会每天崭新的活过来 我们与这些动物身处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你们在家里面再怎么样去养 这些宠爱尽心尽力的去做 但还是狗它不是神的形象 它不是神的形象 但是我和各位呢 神拿着它无限的能力 跟我们同行在我们里面种植的神的形象 所以拥有上灵活过来的力量和时间的时候 那么我们的灯火就会显出灵活过来的祝福 所以一天多长时间两分钟 五分钟更好 那不过不行的人一分钟也行 那不仅我的灵能够活过来 还有什么样的祝福会供过来 就我的大脑都会清醒活过来的 现在有很多的人都有焦虑症 还有抑郁症 恐慌障碍的人也有很多 但是其实科学家已经证明了 这是因为大脑里面的氧气没有办法供给 所以实际上肉体就会有很多各样的身体 整体都有问题 这是已经在科学界有统筹出来的内容 所以作为真的哪怕是五分钟去默想的话 我们的大脑也会活过来 所以在创世纪二章七节 对他的鼻子吹了一口生气 向着他的鼻子吹了一口生气 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二节 对他出了一口气说受圣灵吧 吹了一口气然后说受圣灵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所有的呼吸当中 我们的大脑当中 如果进入这些氧气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会活过来 在静静默想祷告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就会活过来 这是眼睛看不见的部分 但是不仅如期 眼睛看不见的大脑能够活过来 不仅有这些还要眼影显现出来的东西 就是什么呢 我们的肉体就会活过来 哪怕是一天五分钟默想就会有这样的事情 使徒行传二章十七节当中话 那样于说在末世的时候会向男女浇灌属灵的 在他的身体上去浇灌属灵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些血气上面去浇灌属灵的 这是说能够写明的意思 所以五分钟的这个时间 默想的时间 在你们这一年开始的时候 要抓住这样的一个规律 这个时候我们的灵就会活过来 而且我们的大脑也会活过来 我们的身体也会活过来 那么这个时候会来什么样的阴云呢 结果我们就能够看到未来 就会看到未来 所以《十六行传》二章十七节说 儿女要说预言 少年要见异象 脑内人也做异梦 就是能够看到未来的意思 因为能够看到未来 所以今天的问题不再是问题 因为能够看到未来 所以今天某一方面来说 可能是危机 但是却不会是危机 今天的生活当中 可能有很多让我纠结 不管什么时候 我们都会有这样的 有问题是吧 什么时候都会这样 但是呢 实际上 因为灵活过来 大脑活过来 我们的身体能够活过来 在这里面 我想的时间里面 看到未来 所以能够拿着未来 去看今天问题的时候 就只有答案了 而且实际上很多的纠结 通过这些部分 我们就能够看到 自己要去更新的部分 是什么 在危机当中 本来以为是危机 但是看到未来 然后放到现在来看 我拥有的这些危机并不是危机 而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珍贵机会 想说这珍贵祝福的人 他们怎么样呢 就能够成为鼠灵的顶峰 所以成为鼠灵顶峰的时候 什么都能够看到 就是登山的时候 我们登到山顶的话 什么都在眼底了 对吧 所以拥有一天五分钟 默想的时间 灵救活 身体救活 而且你们大脑也被救活 就能够看到未来 在这里面很多的问题 纠结危机 所以这一部分 你们就会有答案 在这祝福的施工当中 你们就能够干什么呢 就能够成为鼠灵的顶峰 那么重要的是 成为鼠灵的顶峰 我们拥有了五分钟的默想时间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真的很奇怪的时候 这话语能够跟我一致 能够听得进话语 很多的人认为话语跟自己不一致 也觉得话语跟现场不一致 对 但是呢 我们真的成为鼠灵顶峰的时候 很奇怪 神的话语就会跟我按照这个话语的本身 完全一致 最重要的就是 不是随便的听话语 而是持定了这个话语 是成就的话语 神会不断的通过话语 告诉我们神的计划 这是神做工的方法 通过话语 神首先是让话语告诉我们 他要做的事情 所以重要的是赐给我们话语 然后又成就这话语 这是神赐给我们所有生活 带领我们人生的方法 重要的就是首先赐给我们话语 不是持颜 不是过去之后让我明白 而是预先赐给话语 话语就会变得很奇怪 主日讲台我们听到的话语 然后就看到我的今天 然后我们过去的这一周 然后将来要来的这一周 神的引导我都能够看到 话语就会成为我完全正确的 就会明白神为了让我做这个事给我们话语 我们就会明白 当你成为树林顶峰的时候 就听话语是完全会不一样 神在亚当这个时候 赐给了他要成就话语所以来 而且神现在也在成就着这些话语 在亚当时代的时候 就为了成就话语而来 为了成就这些话语神来 现在也依然在成就着这些话语 赐给亚当的 兵许话语是什么呢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女人的后裔 闭上蛇的头 为了这一点 我们的神来 然后也依然在成就着这些 约定的话语 神在成就着这一切 神为什么来呢 如果我们随便过人生的话 会痛苦不断 艰难寸步难行 最终也会死去 所以神为了代替我们 背负我们的包袱 所以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的话语说 胆劳苦胆重担的 你们可以到我这里来 陷入创世三章的人生当中 因为撒旦的十二个问题 岁月流转 对我们的包袱会不断地更加增多 而且会更加加重 所以我们的神 赐给我们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 说让你们得安息 拿了什么让我们得安息 赐给我们话语 这个话语让我们得安息 给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 最重要的部分是什么呢 就是首先 你受神约定的话语 但是我们很难就是把话语完全放在心里面 我们知道话语跟我们属于部分相连 当你不明白的时候 很多的圣徒 他们在这里面站起来就会忘掉话语 讲什么 就会完全遗忘 所以各位 真的 让神的话语首先要成为我们的想法 为此做祷告 神约定的话语 神必定会去成就 所以神这约定的话语 要成为我的想法 为此而去祷告 祷告是什么 讲台宣告的神的话语 变成我的想法 这就是祷告 讲台所宣告的话语 我们成为祷告 形成我刻意的时候 那么就会在我现在现场当中去扎下根基 在我的生活当中就会形成体制显明出来 很多的时候人们都是选择对自己有利益的 自己熟悉的方便的选择 所以很多的人结果就会按照自己的想法 按照人的舆论过人生 但是我们不可以按照人的方法 人的舆论 而要是按照神的话语 所以当我们持利神话语的时候 这个话语要成为我们的想法 为此而祷告 在教会当中有这样那样的声音 对吧 在世上当中听到的这些内容 当然有很多 其实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这样那样的声音 我们有时候听着很多不该听的 这些乱七八糟的 对吧 人的声音 还有社会的舆论 而且这些都是对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其实错误的东西很多 为了不被这些言论所席卷 那应该怎么办 就要拿着神所赐的话语 成为我的想法去祷告 那么这个时候 世上的撒旦的人的语言 我们就能够去做正确的区分与辩明别 那么这个时候来的英语就是能够成为正人被树立 我们看一下约瑟 在创世纪39章2节有这样的话语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他就成为了凡事亨通的人 成为亨通的人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没有任何不足的生活 认为如此 所以他能够在菩提法妻子诱惑面前不屈膝 因为他是亨通的人 所以有答案 他所以在菩提法妻子的诱惑面前 没有被诱惑掉 柏与方面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在创世纪37章1到17一节当中 因为神次的应许 在他的梦当中已经刻印了成多 所以在这里面所出来的就是亨通 所以在所有的生活当中 哪怕是诱惑也不会跌倒 也不会动摇能够圣火 能够完全胜过胜利 在创世纪37章1到11节 就是神赐给约瑟的应许 就是二三七的应许 但是这个成为约瑟的梦一样的程度 就是说话语成为他的想法 就实际上已经被话语刻印了 所以可以不动摇能够亨通 在大卫所写的诗歌当中 二十三篇一节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不至缺乏 就是一样的 因为成为牧者的耶和华 所以我没有什么可缺乏的 没有什么缺乏的生活 因为形成这样的生活 所以在无数的危机面前 扫罗王为了杀大卫 派了特殊部队去杀大卫 在无数的危机面前 但是却不动摇 没有倒塌 是什么呢 因为大卫知道 约瑟华是我的牧者 所以我不至缺乏 话语成为你们的想法 能够去刻印去被持定的时候 祝愿各位能够享受这 丰富的恩典祝福 这个就是救活我 救活我的不是别的 我们真的哪怕一天五分钟 去通过默想的时间 让我的灵大脑 在救活这些祝福当中的时候 就能够去享受救活 一切的祝福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听得见话语 原来神是为了赐给我这个话语 那么听话语的姿态 就会变得不一样 然后理事话语的 就不是随便说话语 而是会拥有力量 把话语持续成为我的想法 这个时候就能够享受 凡事亨通的祝福 就会享受不至缺乏 没有不足的亨通 就成为这样的证人被树立了 就能够享受这些英语的 祝福的一切做工 用主的民住院 领导各位的投杀 那么本论第二点 当我们成为证人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享受 二三七被救活的证人祝福 自动自然而然能够享受的 不是我想要去救活就能够去救活 而是拿着神赐给我的证据 这个就与二三七能够相连 愿跟我能够好好铭记 有在做学生这些事工的老师吗 还有我们教育部的各位牧者 你们拿着神与你们同在的这些证据去作为证人 哪怕是你们不想要去这个高的位置上面 神也会让你去高的位置上 而且神也会让你们去到重要的现场 这才是真正的成功 我们只是得了一部分的应允 但是如果这些应允就一定会与 救活二三七的应允相连 我们只是得了某一部分的应允 但是很奇怪 这些应允就会能救活二三七的这些应允能够相连 所以宝座的祝福是什么呀 我们领受宝座祝福的时候 就会享受超越时空的能力 就像二三七国家能够发出光 我只是拿着圣丧一体神的奥秘去战利的时候 但是这祝福的应允却与二三七相连 这祝福的应允就会带着这些部分前行 这事实上是什么样的 你们要成为中国二三七的证人被占领 但是世界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就是越发展越艰难 越发展每个人却更加艰辛 我们可以看一下 说是世界强国的美国真的幸福吗 是的 因为毒品犯罪堕落 美国已经因为青少年其实也都全部都优势人生 在亚洲也是说比较先进的国家 也过得很好的就是日本 现在每个家里面都有精神病患者 在欧洲 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国家就是德国 但是德国怎么样呢 自杀律师在不断的增长 这说的是什么呢 世上的任何一切如果跟随世上的方法的话 就会是灭亡 所以我们不要跟随世上的方法 而是要拿着神所赐的方法去追随 哪怕看起来比较无知 可能看起来没有什么英语 但是要拿着神所赐的方法跟随前行才可以 跟随神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迟离神约定的话语 迟离英语的话语去跟随 这就是跟随神的方法 神已经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393 我们不要拿着这个去祷告享受的时候 这个就是跟随神的方法前行的意思 我们看圣经当中有亚伯拉罕 他没有跟随世上的流向 世上的方法拒绝了这一切 而是选择了神的方法 在创世纪12章三节当中 神祝福了亚伯拉罕说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格福 没有谁能够胜过你 本来是跟随世上流向的亚伯拉罕 但是神把他呼召 然后让他跟随神的方法 从此被呼召的亚伯拉罕 跟随神的方法 神对他说什么呢 祝福你的我就要祝福他 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跟随世上的方法 世上的方式好像认为很好 绝对不会的 结果好像就是巴比塔一样 会叶王倒他 哪怕是现在不足 但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 拿着神的方法 跟着随神的方法前行 在创世纪十三章当中 亚伯拉罕与罗德因为各样的纠纷 神祝福了亚伯拉罕也祝福了罗德 然后让他们分开 首先亚伯拉罕对侄子罗德说 你选左我就选右 就是说你选择好的地吧 那我就选择这些山地 罗德跟随上的流向上的方法 然后选择了眼目 看起来很好的地方 就是索多玛 结果是怎么样的呢 后来发生了战争 罗德和他的家族 都成为了索多玛与俄摩拉的 俘虏被抓走 但是亚伯拉罕呢 把一切都让步了 在创世纪十三章十四节当中 罗德离他亚伯拉罕以后 选择神方法的亚伯拉罕 神对他做的什么呢 你要举目 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所践踏的一切都要赐给你 拿着世上的方法 世上的流向的话 罗德很聪明对吧 觉得有背景才能活过来 所以觉得背景 选择这个背景 所以选择了眼睛 看起来很好的肥地 选择了世上的方法 但是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被抓为俘虏 在某一方面我们看 亚伯拉罕呢 为什么作为叔叔的 反而要让步呢 但是却选择神方法的亚伯拉罕 神对于他做什么呢 让他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 你所踏的地方都要赐给你 我们要选择神的方法 创世纪十四章当中 联合军攻打过来 当时亚伯拉罕带着家里面的 三百一十八名家丁 然后去迎战 救赎了被抓去俘虏的罗德侄子 当时索罗马和 多摩拉的王对说 对亚伯拉罕说因为你胜利了 所以我要把所有的财产给你 当时的世上的方法和事上流向 就是说谁赢的话 那么这些赢的人就要把所有的财产拿走 但是亚伯拉罕却拒绝了 就是这样的 说我连你一根线都不要 就是说神必须会祝福我 他有这样的信心 有这样的确信 我会跟随神的方法 他拥有这样的心 所以亚伯拉罕怎么样被神所祝福的 创世纪十五章一节当中有这样的内容 亚伯拉罕 你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必大大的奖赏你 神是我们的所有盾牌 神会阻挡我们一起的困难 没有比这更大的祝福对吧 而且我会成为你大大的奖赏 就是神会把神自己本身赐给我们 选择神方法的亚伯拉罕 神把自己本身赐给了亚伯拉罕 哪怕是我们稍微的看似无知 但是不要去选择事上流向和事上的方法 而是要跟随神的方法 用主的命 祝愿我和各位成为这样的人 我们在世上能够使用的最高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神国的方法 我们要去实力这一点 这是最高的方法 那么这世上所有的人面临的困难 其实东西南北祖南 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就是创世纪三章当中12个问题 所有人全部都是一样 在这里面 哪怕是千万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的唯一答案就是基督 我们真的拿着这个答案去过人生的时候 无论去任何的国家 我们都能够成为证人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和各位就会被神通过使用我们打开传道的门 我们语言不一样 我们话也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呢 圆寺的福音基督 我们能够拿着这一事实去传达的时候 就是真正的宣教 宣教不是随便去那里传什么福音 不是这样的层次 真的 把耶稣就是基督这原色的福音去传达的本身 这才是宣教 撒旦所造的任何的文化 全部都是黑暗的文化 我们要铭记这一点 我们唯独以福音 以基督能够去救活人 我要承认这一事实 世上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已经是知道的 现在世上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 就是已经有的问题 人们在做着自己反反复复曾经做过的 哪怕是大改变 属灵的问题 也全部都是一样 无论任何一个时代 哪怕实在改变 但是人的属灵问题 全部都是一样的 所以无论什么时候答案就只有一个 就是基督 人种可能不一样 文化可能不一样 语言可能会不一样 但是福音 就是唯独耶稣基督 只有这才是福音 无论任何国家 任何时代 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 最大的时代国家也好 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呢 就是不知道福音过人生 这是最大的失败者 那么最大的成功者又是什么呢 就是知道福音过人生的人是成功者 是最大的成功者 那么如此看来我和各位 在这个时代是被呼召为最大的成功者 我们确信 这才是恩典 就是我们也不知不觉听到这原色的福音 然后我们知道这个福音 不是这福音的话 就没有办法救过这世界 我们拥有这样的心 所以神让我们来教会 拥有救护二百三千个国家 这样珍贵的祝福被神所使用护照 而且神也在引导着我们所有的生活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 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做话语的结论 现在我们真的 在这世上的国度 我们知道 就只是需要为主福音的 那么我们拿着向着二三七国家 向着世上的心 不是别人 而是我们首先拥有这样的心 直到福音最大的成功者 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 神祈着我们这样的珍贵祝福 是为了让我们去救护二三七国家 所以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器皿 向着二三七国家的心 我们要准备我们的器皿 今天圣经生命纪十五章当中又说 要有豁免年 然后要去帮助这些贫困的人 要去释放这些男仆女仆 这些到底是说什么呢 你们必定会成为救护世上的大民族 所以现在要准备大的器皿 我们真的持定神所赐给的救护的大器皿 我们要做准备 要打破我们自己里面的框架 在十足行传第二章当中 耶路撒冷教会 他们没有办法打破自己的框架 结果破失了救护二三七的祝福 通过打破框架的安提亚教会 一如此神知道我们不能做 所以是约定给我们圣灵充满 通过宝座的能力现在与我们同在 约定这一点为什么呢 因为要救护二百三七个国家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真的要慢慢的全部去打破我们的框架 要有怀抱二三七的心去准备 我们要慢慢的一个个的去准备前行 在周五传道学信息当中 我们有了对一些事工的讨论 但是我们的传道士说了这样的内容 就是非常重要的 我也把这个放在心里面 我们汉纳教会刚开始的宣教是做日本宣教 当时向日本派了两名宣教士 现在也不断的进行着宣教 其实我们教会在通过日本宣教开始了向各样的国家 能够去派解宣教士 能够去怀抱各样的国家 就是因为我们首先开始了日本宣教的门 但是当时在做日本宣教的时候 我们元老牧师去负责了这样的社工 当时就是圣徒没有办法理解 为什么偏偏选择是日本呢 很多的国家为什么偏偏选择日本呢 当时大邱也有很多的牧师 然后我们要去做日本宣教的时候 很多的牧师都摇头不要让我们做 就说分明做日本宣教是不可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他们的收入比我们高 所以对于日本宣教的话 当时给的这些经济资源是比单人牧师更高的 所以真的就是没有办法理解 哪有宣教士比单人牧师的这些 就是对于牧师的这些资源要更高的 没有办法去理解的 但是元老牧师当时就是在祷告当中去支持了日本的宣教 而且说的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意思呢 神通过宣教一定会打破我们的框 因为当时人很多的框架 就是能够打破框架就是做日本宣教 我在听到这一部分的时候 然后就想到啊 神对我们教会崭新去引导 和有重新去看到英明的部分 某一方面现在我们去年的时候 有了引导50周年这样的一个纪念 然后开始向着二三七国家 然后去做施工 我觉得是神对这一切工作的准备 打破宣教就是日本的宣教 那么打破这个框架的宣教 日本宣教 我们现在就可以能够为二三七 现在我们在打破这些框架的时候 能够向着二三七 能够在全世界通过人们的施工 能够去对这样的沟通 重要的部分就是神使用了我和我们的教会 各位 那么我们对于这一部分的器皿 就像耶路撒冷教会 如果不打破这个框架 在这里面被捆绑是不可以的 我们一定要打破框架 要准备我们的器皿 所以我们准备的是什么呢 通过非会面去进行会面化 为此我们投资了很多的经济 也做了广播体系的交换 我相信这是神最喜悦的因应 我在这么认为 真的希望各位能够为此去做祷告 打破框架 神会通过我们教会祝福我们 让二三七被救火 那么你们个人真的 主的仆人也是要树立七十门徒 能够与二三七相言 一定不要错失这一部分 所有的种植者 教会内部的事故也很重要 但是为什么树立种植者呢 就是不是让你做教会的事故 而是做现场事故 这是你们要去理会的重要的因缘 所以我们哈拿教会所有的种植者 不要错失七十现场 这七十现场必定会与二三七的因缘相连 所有的仆人 所有的种植者 这一切的现场都会二三七相连 神现在我们的教会 赐给我们重要的祝福 现在不断的在打破框架 准备我们的器皿 真的我们要把这个怀抱在心里面 去开始祷告 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珍贵的因缘 不是我们做什么 只要我们领悟相信 持了允许的话 谁会做 神就去做了 就祝福的因缘 做功 愿我和各位能够被 神所使用的对面 祝愿各位 神来感谢你 愿我们今年能够以福音使用 救我自己 拿着这因缘 能够救二百三七个国家 成为珍贵的证人 愿所有的汉纳教会圣徒 能够被神所使用 我们活着的主耶稣 是日明 祷告 阿们 现在解决我们人生所有问题的 主耶稣是这个恩典 神无法原理的大爱 圣命的内住 做功 以神的结论 十顶二三七应许 为此愿拿着福音 救活我自己 而过人生的所有主的 普通头上 他的家庭产业 还有子女 所有宣教地教会 线上做礼拜的一切 现场教会头上 从今日到永远 常常统在 阿们 阿们